今天我们三个给大家演示一下做剪纸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材质剪刀和笔 我们选出自己喜欢的材质 将它对折三次 画上我们喜欢的图案 这是我画好的样子 依着这个图案把它剪下来 这是我剪好的图案 把它打开 今天呢我做了老师布置的剪纸作业 因为今年是猪年 所以我做了一个以小猪为元素的符字 符字呢和爆竹还有年画呢 它是代表了春节的一种含义 象征着美好的生活 对并且我知道符字可以贴在门内和门外 但是老师特别说过 符字不可以倒贴在门外 因为这就代表着把符器向外倒了 哦原来还有这种说法 好了我也要赶紧去做作业了 给自己添添福气 词 su面前 这个词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